作詞曲 作曲 李宗盛 如果在每天的光影中 你所思所想的 都与如何解决自己的 败坏心情 如何实行真理 实行真理 如何明白真理原则 这些有关 那你就能学会 根据神的话 用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样你就有独立 生活的能力了 就有生命进入了 就逐渐进入真理世纪了 如果你心里还是注重 命于地位 还是注重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 那你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你走的路就错了 你走的路就错了 你追求的不是真理 也不是生命 而是自己喜爱的东西 是命里地位 这样你所做的一切 都与真理无关 都属于作恶 这就属于消灵了 如果你心里喜爱真理 喜爱真理 总往真理上沟 追求心情变化 能够达到真实顺服神 能够轻微神 能够轻微神远离合 能够达到真实顺服神 能够轻微神远离合 做每件事的时候 都有约束 都能接受神的检查 接受神的检查 这样你的情形 就会越来越好 这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活在神面前的人 喜爱真理的人 与不喜爱真理的人 走的是两条路 走的是两条路 不喜爱真理的人 总出众 拼撒旦哲学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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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满足于外表 有好行为 心里还有一心欲望 还追求命令人 还追求命令地位 还想得赴尽国度 但应不追求真理 百坏心情没有脱去 始终活着 始终活在撒旦泉下 活在撒旦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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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真理的人 凡事寻思寻求真理 凡事寻求真理 凡心认识自己 注重实行真理 心里总存着 顺服神的心 敬畏神的心 敬畏神的心 追究认识神 这就是 常常活在身面前的人啊 作者 缓孚